比如说就是文学性的研究的话 还是尽量你要注意一点 就是还是有量化的问题 比如说论语到底 它最关键的关键字就是哪个字 像仁义理智的人 像孟子的四端 就仁义理智性 到底仁义理智性在这四个四端 到底在仁义里面出现的次数 到底是多少 它所谓的人是关键的 到底哪些地方会出现人 是不是所有人的地方都是孔子讲 都是子曰 其实有什么真子曰 有有有子曰 像常常有人很喜欢说那个什么 实色性也 然后就说这孔子讲的 错 孔子从来没讲过这句话 谁讲的 告子讲的 你不能说同时子曰 但是那个子是告子 你不能就什么都说是孔子说的 OK那不对 可是为什么我们知道 其实在里面也可以查来到 OK所以那怎么查 那以前如果你假设没有一个查询系统的话 那你变成你就要什么 从头把它看到尾 告子在哪里 告子在哪里 OK 当然它虽然不到两万字 可是查也蛮辛苦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官 像上个礼拜那个查询系统 你就把告子打上去 它就自动出现了 马上就可以知道 而且甚至除了实色性也之外 还有告子讲过别的话 那这样不就很清楚了吗 对不对 OK 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查询系统的话 就有点像加了导航一样 有导航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不要说导航了 手机好了 你出门没手机 真的也是不方便 什么都没有资讯 但是如果有 很好查 那只是说因为 现在很少有人会把那种 文科的东西跟理科 因为其实像一些查询系统 通常是理工背景的人 他才会去做这些事情 那只是说了 我们怎么样可以把文科理科的东西 把它做结合 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重要 当然其实也不用划分 因为毕竟有好工具 你就可以拿来做文学性的研究 何乐而不为吗 对 做起来其实也 非常的轻松惬意 可以随时找到 而不要像以前一样 以前老是说背起来 通通背起来 怎么可能 背论语都18000 我记得是不是18000次 背多久 而且背起来的话 年纪大了之后又忘光了 现在考试前可以背 但考试之后像我们以前 像唐诗课要背50首诗 期中考的时候 期末也是50首诗 天哪我怎么背得起来 所以很容易就被荡掉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怎么背 后来我想一个方法 怎么我今天背得起来 明天忘记 后来我就想一个方法 我就把50首诗 全部用那个A式子 全部把它写下来 抄一遍 抄一遍之后 把它贴在我的宿舍的墙壁上面 所以我墙壁上面 全部就是有50首诗 然后我就早上醒来的时候 就把它50首诗全部看过一遍 然后呢 睡觉前或者是睡午觉 又全部看过一遍 晚上睡觉又全部看过一遍 反正我一个礼拜至少会看20几遍 不止 可能超过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我看这么多遍 应该全部都背起来了 考试的时候就会很顺手 另外还想一个方法 因为要背 说真的有时候用眼睛看 那个记忆力不够 所以后来我想一个方法 因为以前录音机是用tape的 就是用那个磁带的 现在可能没有 现在都用MP3的录音机 所以我后来想一个办法 就怎么样 我把它50首诗 把它全部呢 用那个录音机把它录起来 然后我等到很疲倦的时候 眼睛要休息 那我就把那个50首诗我念的 全部把它再放一遍 用耳朵加强我的记忆力 后来我发现考试的时候 真的太棒了 感觉好像考试的时候旁边有人告诉我 那一首诗要怎么背 如有神助 这个方法真的很不错 后来我也用这个方法 用在考试上面 真的还蛮好的 尤其是有一个叫睡眠记忆法 各位其实也可以不妨试试看 对 边睡 因为晚上很累了 眼睛也要休息 哪回要休息 但是你睡觉的时候潜意识 其实我发现 真的还是有潜意识 你睡觉的时候一边听 你会发现 考试的时候记得最深的 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听的那些东西 真的我不知道 我考试的时候 真的好像感觉旁边有人跟我讲 而且是我自己告诉我自己怎么写 这个潜意识 但是真的可以不妨可以试试看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资料做一个转换 所以特别是 我们主要第一个 你们就是在网路上找一些全文 比如说什么什么全文 你Google查一下 比如说论语全文 或者是孟子全文 有没有 或者是寻子全文 等等的 其实你会发现应该都有了 那第二个的话 我们要把它拆分 那我刚刚讲过了 分析一下结构 最好是说它哪一篇 有没有 所以这边有一个哪一篇 第二个是哪一段 这个哪一段在这里 哪一篇哪一段 内文在这里 所以哦 最后其实我希望把这个资料 变成什么样子呢 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最好是长这样 就是 第一个是哪一篇 放在第一栏 第二个是哪一段 放在第二栏 第三个它的内文 就是它的那一段的文章 OK就放在后面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 就是我查完之后 我就知道说 哦 这一段它里面有这个关键字 它是在哪一篇的哪一段出现过 那这样我就可以回溯一下 知道说在哪个地方出现了 OK 所以呢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把刚刚这个 论语全文也许连接 当然如果你有别的地方 有找到其他的也OK啦 就是说我发现其他的地方 好像没有这么方便 刮斧里面它有放这个东西 然后把它Ctrl C 选起来Ctrl C之后呢 把它贴到Word里面 Ctrl V贴上 那贴之后特别是由 因为它贴上之后 会把格式带过来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在它的右下角 会有个叫智慧标签 那我是建议 你可以把这个智慧标签点一下 把它改成只有直 直的话就是说这个啦 有没有 它右下角有个A啦 那这个有一个A 表示说我不要格式 我只要它里面的文字部分 带过来就可以了 好 那你把它点一下 好 那你会发现这个第一个就OK了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需要把它切割 可是切割的地方 应该怎么切比较OK 那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它的分割的话呢 有没有一些比较共通的部分呢 可以拿来做切割 那我们需要做那个分割符号 那分割符号的话 有点代表那个蓝跟 第一蓝第二蓝第三蓝 第四蓝的意思啦 我这边想一个方法 当然你们也可以想别的方法 反正最后就是可以做切割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示意图 就是这个地方 我看到有一些规则 比如说 我希望在 我怎么要怎么分 这个是第一蓝 这个是第二蓝 这个是第三蓝 这个是第四蓝 那我切割的话 其实可以这样 你可以用取代的方法 比如说这边有个点 对不对 那这个点的话 因为将来 我如果用这个来切割的话 那会变成说 只有这个 这个跟这个切 这个变成会跟前面会混在一起 所以我可以这样 先把这个选起来 Ctrl C好了 因为再Ctrl H Ctrl H就取代 或者是你可以从这边 Ctrl H其实就是常用里面的 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取代在这里 取代就这个东西 或者你可以记一下Ctrl H 因为比较常用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记一下 Ctrl C Ctrl H 那你会发现这边就带过来 这个点先把它变成小老鼠好了 为什么要变小老鼠 因为其实这个小老鼠符号 就是将来我们要做分割的符号 那这个符号应该不会有别的地方有 所以用这个 当然你说老师 我可不可以用别的符号 可以 只要不要在别的地方会重复出现就OK了 好那把它先OK 所以第一个分割符号了 所以它这个跟这个可以分 但是这一个地方 这个也可以跟这个分 那只是说这个地方呢 那应该我也要把它分开来 所以这边的话 那有没有一个共同特征 不会跟别的地方一样 应该 有看 要不就是后刮弧啦 不过我发现 可能有一个状况 就是这个后刮弧 有些地方前面不见得是后引号 怎么办 没关系 反正我们就先这样 先把这个 一样Ctrl C 然后Ctrl H 把这个取代 把它贴过来好了 那把这个取代成什么呢 取代成 就是加一个分割符号好了 那分割符号就是把这个变成像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将来它会在这边帮我切开来 不对 那这个刮弧变成会 那刮弧应该不要 因为将来我不需要这个刮弧 所以这个刮弧可以拿掉 也就是把这个引号 加上这个刮弧 将来变成 这个就一个小老鼠 就是它分开来 那我要取得就是 哪一篇的哪一个段 然后前面就内文 按全部取代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可能还会有一些漏网之语 什么漏网之语 就是底下应该 我用Ctrl F好了 寻找什么呢 Ctrl F这边会出现 那个寻找 你寻找前刮弧看看 刚刚应该有那个 前刮弧应该是全文 全形的 所以我把它改成这个全形的 看看 全形 看一下 全形的那个 这个全形的刮弧 看一下有没有漏掉的 那你们可以再看一下 寻找一下 往下有没有 有这边有 往上 上面这边也有 也就是说 底下应该也有一些漏掉的 那这个漏掉没办法 没有切割到 所以也要把它补一下 所以也许这个啦 干脆就把这一个 这个前刮弧 一样在Ctrl H 然后怎么样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小老鼠就可以了 不然的话会有漏掉 因为有些地方 它没有后引号 所以全部取代一下 50个 好 那理论上应该就OK了 那我们基本上的话呢 把它做一个符号切割啦 再来做什么呢 把它全选 全选Ctrl A 接下来很重要哦 利用那个Word里面有一个功能 就是呢 现在是文字 把这个文字变为表格 所以呢 找到插入里面有一个表格功能 然后其实就是说啦 我要把这个资料 本来不是表格 要变成表格的意思啦 那你说老师为什么要变表格 因为我才能够放到Excel去啊 因为如果不是表格 就没有办法放到Excel 也就是没有办法做后续的查询动作 所以基本上啦 反正以后的资料啦 你就要想如何把它变成一个表格 那放到Excel就可以做后续的 如果不是 那你就要想办法怎么样把它做切割 那我们把单位基本上就是一段 一段当一个单位 把它全选Ctrl A 然后再来怎么样 文字转表格 这个时候呢 给它这个分格符号在哪里呢 在小老鼠 因为我们是按小老鼠分割 那你会发现哦 它会侦测到有几个栏位 第一栏是编号 第二栏是内文 第三栏是偏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段 OK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四栏才对的 它这边侦测到是五栏 四栏确定看看 所以理论上应该没有错的话 我们把它全部把它转过来看看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哦 等一下理论上应该看到的结果 大概长这样 那接下来的话呢 你会想说老师那这些怎么办 空白没关系 等一下排序之后 它就会重新把它改个位置 那没关系 反正我们将来只要变表格就可以 那你只要确定一件事情 它这个地方是它原来的编号 这个是它的内文 这个是它哪一篇 这个是它哪一段 只要这个规则没有错误的话 那基本上就完成了 看起来应该OK 还有最后一个动作 最后如果转完之后 等于是这边后刮弧 这个多余的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Ctrl C 然后Ctrl H Ctrl H就取代 把这个后刮弧把它拿掉 因为我们后面其实不需要它有后刮弧 所以再把这个后刮弧取代为什么 没有东西 那没有东西按全部取代的意思 就是全部清掉的意思 这个变成没有全部取代 那这样的话它会从头帮我全部取代 总共取代了503笔 那看一下理论应该是OK的 那没问题的话 看起来好像OK的 好那再把它怎么样 全选 全选记得一定要点这个表格的左上角这边 这样才是选表格 你这个地方不要Ctrl A Ctrl A是选文件 不行 一定要选这个表格这里 记得表格的左上角 点一下 表示把这个表格全选 然后再Ctrl C Ctrl C之后呢 关键的地方来了 你在开启Excel 一个空白的文件 把它Ctrl V贴上就可以了 那理论上应该 如果没有错误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最后的结果了 然后OK 当然你可以把它 把这个调一下 那第一步 我们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贴过来 待会我们再来看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Ctrl V把它恢复一下 所以我刚刚做的步骤 第一步是把它贴过来 第二步的话 我是把这个点 取代成小老鼠 那再来我是把什么 把这个取代成小老鼠 这个后引号加后刮弧 然后再把什么 后刮弧 所以后引号 所以其实我干脆把 那个前刮弧改成 干脆把前刮弧 整个取代成小老鼠 好像就好了 好像更简单 你们可以试试看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插入那个表格 OK 然后呢 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 最后的结果 最后我是有把这个后刮弧 拿掉了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反正就是先把一个 表格不是表格的文字 转换成有规则性的表格资料 试试看